各位同学好 在之前的单元呢 已经为同学介绍了各种基础的组合逻辑电路了 那么在这个小单元里头 我们要利用一个七段显示器的电路 来使用前面介绍过的这些组合逻辑电路来实现 那么我们就赶紧来看看 今天要为同学讲述什么样的内容 那么让同学先了解一下什么是七段显示器呢 它其实是一种输出显示的装置 也就是它可以透过 从D0到D6 七个不同的LED灯的方式来呈现 当然还会再加上另外一个小数点 所以实际上是八个LED灯来呈现我们的结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呈现出来的一个样子 就会像 这边所呈现出来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边总共是七个段落的LED灯 然后再外加一个DP的一个小数点的部分 那么我们可以借由这个控制信号去控制这些 LED灯是亮还是暗 就可以呈现出我们想要表示出来的数值 像透过了这样子的方式 我们就会发现它看起来是一个显示6这样子数值的一个结果 所以七段显示器呢 常会用在来表示一些数值的一个呈现 好那右边呢是一个实际上的例子 同学可以来看一下 那我们待会从实习板上也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那么既然讲到了板子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七段显示器是如何跟我们的实习板来做连接的 那在这个实习板上呢 会使用到四个七段显示器 那我们可以先以其中一个七段显示器来做描述 那可以看到这个七段显示器 它跟这个second3的这个接角 是这样子的一个连接方式 那它就是可以从D0到D6 外加一个DP这样子的一个信号来做连接 那这样子的一个七段显示器呢 它在板子上面呢 是透过一个供阳级的方式来连接 也就是呢 这些LED灯的 P级都是连到相同的正级 就是高准位的部分 所以这样子的连接方式呈现出来的结果呢 也就是 当逻辑1的时候 输出是逻辑1的时候呢 反而是呈现不导通的状况 所以是暗的情形 那反而是逻辑0的时候呢 这个LED灯才会打开 所以待会我们在描述这个电路的时候 都一定要小心啊 所以一定要用一个复逻辑的方式来呈现它哦 所以一定要用一个复逻辑的方式来呈现它哦 好所以这四个七段显示器 与这个second3的接角都把它标示清楚了 好那再特别注明一下 就是逻辑1的话呢 是暗 然后逻辑0的时候才是亮 以免待会会设计错误 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七段显示器 好到底可以怎么显示 好数值啊 那我们这边举 好从这个16静置的方式 它可以呈现0到f的表示方法哦 好那我们很快速的来看一下 好这就是0的 好再来就是1 好2 3 4 5 6 7 好再来看到就是8 9 好那再来是 10啊其实就是a 好所以会呈现一个a的结果 然后b 好这里用小写的b啊 再来呢c 好一个大写的c d小写的d 好然后e大写的e 大写的f 好就可以用七段显示器来呈现 这个16静置的数值啊 那么我们待会也会透过例子 让同学看到它的一个结果 好那我们接下来 大概就要来讲我们待会要实作什么样的电路呢 好先把我们的电路方块图放进来 好我们希望能够好 透过一个输入信号四个位元 好来表示输入的值 然后透过一个选择信号线好是两个位元来做选择 然后呢我们将要产生四个输出 分别可以控制四个七段显示器的一个结果 好那每一个七段显示器都会有八个位元来做控制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输入信号 好那每一个七段显示器都用八个位元来控制它 那么我们来想想看呢 如何来设计这样子的一个电路 在这里我们先提出第一种架构 好我们呢可以先将个别的七段显示器的电路先实现出来 好所以它的输出就是八个位元 那我们第一个呢就去控制 好第一个七段显示器把它叫做SEG Linux 再来是第二个 好以此类推就四个七段显示器 那我们来看到输入的信号 好我们就是把这个二进制码呢 直接送到它的输入端印 另外我们看到了这个智能的EN 好我们通常会用EN来表示一个智能信号 其实跟前面讲过这个智能型的解码器有点类似 也就是说呢当它信号为这个0的时候 就是把这个七段显示器都关掉 1的时候才会正常的操作 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一个 好Decoder 好然后将这个Sale这个选择 信号键送进来透过Decoder 2到4的一个方式呢 来完成这个智能信号的打开 还是关起来 好所以我们会把这个输出信号呢 好这个2对4的四个位元分别 拉出其中一个位元接到后面这个四个 七段显示器的智能信号端 就可以在同一个时间只会打开其中一个七段显示器 就可以完成这个电路的行为了 好所以可以从这里看到 这些智能信号是如何连接的 好那再来呢我们可以再想想看 除了刚才那种架构有没有其他方式呢 好那我们可以先只实现其中一个七段显示器的电路 然后后面呢我们可以利用另一个电路来把它送到四个七段显示器 那这个电路可以是什么电路呢 好就是一个解多工器的电路 好虽然在我们这次的课程头并没有介绍解多工器 不过正好利用这个架构2 让同学来看看怎么去实现一个解多工器的电路 好那解多工器呢其实就是一种资料分配器 好就是将输入信号根据选择信号线来决定 要让哪一个输出端呈现出来 好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解多工器来呈现 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好在同一个时间只有一个七段显示器会被打开 好所以呢根据选择信号线就可以来做选择咯 那如果我们想要把它对应到一个 好这个它的接角的话呢 我们一样可以来看一下 好而在输入的地方呢我们一样透过开关的方式来做对应 好所以这里四个位员好对应过来 好高位员在左边低位员在右边 好再来sell 一样好 嗯再来可以看到就是输出就是四个七段显示器 好那我们利用前面刚才好一个完整的简表 好来做一个对应好所以我们把该对应的输出接角 好将它对应上去那待会再进行这个接角定义的时候就 按照这个部分来进行连接就可以了 不过这里再特别提醒一下 就是还是要把它的高位员跟低位员标示清楚 以免待会接线的时候产生错误 那就会变得很麻烦了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来介绍如何来实现其中一个七段显示器的一个控制信号 那么我们先将它的真值表列出来吧 好我们分 好零到七的部分来看 好了那我们的输入信号因为有一个智能信号EN 还有输入信号IN 好把它标示进来 那输出呢就是针对这个七段显示器的 好八位员的信号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 最高位员是DP 就是小数点 好然后再来对应到的其他部分 好 那我们再来可以看到的就是 好一开始如果智能信号为0的话 不管输入信号是什么 输出一律为1 好这里特别注意一下 我们前面讲过了 因为我们的七段显示器是一个附逻辑的一个部分 所以如果要让它为暗的情况下 必须把输出信号全部设为1 好所以这里要特别小心 好那我们看到第一个情况0的部分 所以智能信号为1 所以呢我们就会呈现这样子的结果 同学可以自己对应一下 有打开的这个LED灯要设为0 没有打开的要设为1 那以此可以类推哦 好所以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到的是 1的部分 2的部分 好3 同学可以自己对应一下 4 5的部分 好6的部分 最后就是7的部分 好那 再来我们可以继续往下写 把剩余的8到F的值 一样用同样的方式把它标系上去 好那同学也是一样可以对照一下 好那对于这个8来说就全部都是打开的 只有这个小数点是关起来的 好所以我们就可以对应上去了 好再来是9 再来就是A的部分 好B C C D E 跟F 好 那如果都把这个正值表给对应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撰写它的Vlog了 好那一样我们要先把界面标示清楚 好所以 好 这是我的习惯 也希望同学未来在设计电路都能够用一样的方式 把你的整个规划图呢都把它先标记好 然后按照你的规划图来定义你的输入跟输出 这样就不会容易错误 好那同样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行为描述模型 要记得宣告成REG的资料形态 然后位元数也都不能够错误 好再来可以看到的就是内部的部分 好所以我们可以将刚才的真值表把它放过来 好所以又来看图说故事 所以把事件表示是 好放进去 begin end 那么看图说故事就是用Case的模式来描述它 不过这里一样可以利用我们前面说有智能信号的方式 先拆成 0跟1的情况 我们可以利用if跟else的方式先把它二分 所以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 好就是这里的部分 全部都先关起来 所以设为1 再来呢就是透过Case的方式再针对输入信号印来做分析 好那我们就可以 这次呢我们利用了一个 好16进制的方式来呈现这个条件 因为刚好我们输入就是一个16进制码 好然后将输出标示清楚 记得不要填错了 这个因为很容易填错 所以要特别小心哦 好所以我们就可以逐步逐步的将每一个条件交代过来 然后看图说故事 好那我想呢剩下的部分同学应该可以自己来完成了 好那最后呢一样啊一直写到f的情况 那因为16种情况都交代清楚了 所以呢就不用default了 所以直接用endCase作为结束 再来是endModule 就可以完成这个个别的七段显示器的显示电路咯 各位同学在这个小单元里头呢 我们先介绍了什么是七段显示器 然后并且呢先定义我们接下来要实现的电路的行为 然后我们先用个别的七段显示器显示电路 让同学来了解怎么样去撰写 那么在接下来小单元 我们要继续来实现整个电路结果 并且透过FPGA来实现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